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自從馬英九前總統 發表了他的首戰職中戰委論之後 引來了台灣政界的強烈反彈 甚至乎連蔡英文總統都加入了戰團 蔡英文在他的Facebook發表了一條貼文 駁斥馬英九說他卑躬屈膝 後來馬英九又再反駁他 於是演變成了一場馬戰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蔡英文是怎樣駁斥馬英九呢 雖然他發表的Facebook貼文 只不過是短短的一兩百字 但我認為內容 是洋洋灑灑 窄地有聲 相反國民黨的主要領導人 他們的演詞一拍下去 完全是比下去 所以蔡英文請這個文膽回去 完全是超值 到底那條貼文是怎樣說的 他就說 我要嚴正表達 守護國家主權 捍衛民主自由 確保台灣人生存的權利 這個是總統的職責 不是挑釁 他首先要釐清 到底總統的職能 究竟是怎樣的 駁斥馬英九 馬前總統的言論 對於國際和兩岸情勢的最新動態 毫無掌握 這就是最不安全的一種說法 受到人民托付領導國家的人 千萬不能夠抱持著不設實際的幻想 以為在主權議題上卑躬屈失 或者對民主價值不亨一聲 就能夠換來所謂的和平 這就是在駁斥馬英九 馬英九執政了八年 到底他換來的所謂和平 是靠什麼 蔡英文英文就是靠卑躬屈失 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馬英九如果不是卑躬屈失的話 對岸又怎會請你台灣 去到世衛組織成為觀察員 馬英九一下台以後 這個觀察員的身份就沒有了 接下來那段還說到 說很慶幸 對國家安全認知混淆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們應當積極守護自己的國家 只要蔡英文做總統一天 和平靠國防 以及擴大和理念相近國家合作的方針 就會繼續堅持下去 他說的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和平是要靠國防 不是靠卑躬屈失 靠國防是什麼 就是要充實軍備 事實上在蔡英文執政這四年半期間 的確他大手地從美國扣入了很多軍備 反而來講 在馬英九執政的8年 國民黨在立法院 對於軍售案 拖了很多次後腿 這些都是客觀事實 到底馬英九又如何再反駁斥蔡英文呢 明明是他先隔人 現在他又說了 他沒有卑躬屈失 因為他做8年總統以來 就和大陸打交道打足了8年 卻簽了23個協議 每個都是平等互惠 和習近平在新加坡的見面也平起平了 沒有任何卑躬屈失的情況 甚至乎他還引述不知哪裏來的外國媒體說 那次會面就是兩岸自從1980年代以來 大陸對台灣主權問題所做的最大讓步 這傢伙還很容易說和大陸簽了一些協議 其中一個協議就是服貿 總之就是拉倒了 給太陽花學運 就是你馬英九引發出來 他還很容易說和大陸簽了很多協議 那你和大陸簽了那些協議當中 有多少在這幾年已經變成了歷史文件 請問 是不是 他還好意思拿回這些東西出來說 他反過來還駁斥說 蔡總統 卑躬屈失已經是很多次了 他說第一次就是關於太平島 在今年7月13日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要求台方遵守南海仲裁的判斷 就是把太平島判了作一個 招而不是一個島 那麼島和礁有什麼分別呢 實際島的領海範圍當然是闊很多 而且還有經濟專屬區域 如果是礁的話 就只有12海里的領海 而且沒有一個叫做專屬的經濟海域 第二件事就是 台灣的漁民去到沖枝鳥島附近打魚 被日方驅趕 但是蔡英文政府一聲不響 第三趟就是 馬英九政府在10年前 簽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簡稱是ECFA 蔡英文當時就說這是唐衣毒藥來的 就會令到經濟走向中國 但是 10年之後的今天又擔心大陸要終止這個協議 他就認為 這三點都是蔡英文總統 卑公屈室前居後供 但是他執政8年就是沒有屈室過 那你馬英九前總統有沒有卑公屈室 就自有公論 但是他所提出的這三點 老實說有兩樣都是涉及到 和外國的關係 一樣是說美台關係 一樣是說日台關係 難道你叫 現在的台灣的外交部走出來 好像戰狼上身 強烈譴責日本 又或者是走去強烈譴責蓬佩奧 是不是這樣做呢 還是他在背後也是做了一些事 而是公開不知的 例如說 昨天就是金門炮戰62週年 一般金門炮戰的公製和追思活動 都只是有 台灣政府方面的人員參與 美方人員一直都是備籍 不出去的 但是呢 昨天就來了一個不速之下 這一個就是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力英傑 這件事就是極具象徵意義的 本來在過去那麼多年以來 美方人員一直都不參與 為什麼為這個敏感的時刻 突然派了一個人去出席呢 而且金門炮戰是在說什麼呢 是在說當年國軍在最前線那裡 對抗解放軍的最關鍵戰役 正正就是因為守得住金門 所以就可以奠定了目前海峽分治的局面 如果金門失手的話 可能就會長驅直進 而且當時美軍是有份參與遲緩的 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這個金門炮戰其實就是標誌著當年美台合作的軍事關係 你馬英九前總統說到什麼首戰即中戰 又或者是大陸武統台灣 美軍是不會支援等等 現在使美國在台協會處長 就是去出席金門炮戰的 攻陣活動 很明顯對於你馬英九是打臉之餘 也是對大陸發放的一個非常強烈的訊息 而且金門正正就是位處於第一島鏈的最前沿 加上美國派在台協會處長去叫做 督眼督鼻 示威的意味也很強烈 至於蔡英文乘搭空軍一號反台灣之後 有網民發現 疑似有老解的軍機 在台灣的西南空域一帶繞圈飛行 當然後來就證實不到這架是否是老解軍機 不過這個動靜就被人察覺得到 至於台灣的國防部方面又怎樣呢 他們又製作了一條短片 這條短片的名字叫做 枕國代旦 同道一名 只看標題都已經知道文化水準 高過一些鄰近的地區 什麼叫做枕國代旦 這是一個成語 枕國即是枕即是睡 枕即是兵器 即是躺著兵器當作枕頭 代旦即是等 彈即是天明 即是將兵器當作枕頭 一直等到天亮 即是預意著什麼 時刻是保持著最高的警惕 準備好隨時都要作戰 這就是枕國代旦 所以他們選擇這個成語 就是用得很恰當 另外他們又說明 台軍能戰 敢戰 戰到一兵一卒 永遠要守護台灣 裏面亦提及到 華國軍有信心 亦有能力 迫使敵人 犯台失敗 至於 最後還說到 華國軍本著 不挑釁不示弱的原則 強化各項 戰備整備 已達到 勿似敵之不來 此吾有以待之的目標 這又是用得好的 這是出自孫子兵法 這句話 勿似敵之不來 不要整天一尾刺著 敵人是不會打過來的 此吾有以待之之 你應該要刺著 自己會做好準備 這個正正就是 跟蔡英文 在Facebook那條鐵文所說的 和平靠國防 就是互相呼應的 所以你看到 這個文化水平是很高的 當然未必是蔡英文自己寫 他有文膽 起碼他請的文膽 請得好 起碼不會開口埋口 只懂得說 強烈反對 強烈譴責 前派特區政府還搞事 去譴責美國的時候 就說人家卑鄙無恥 喂 你說這些說話 根本上就變成了 潑腐罵街的色彩 很濃厚 對不對 可不可以提升一下 文化水平 經常說中華五千年文化如何偉大 忍一下電 台灣也會忍 為什麼你不忍? 至於這條片的訊息 很簡單 就是要表達出一種 國軍敢於玉石俱焚的決心 其實就是要告訴大陸 如果真的要武統台灣的時候 大陸也要負上一個很高的代價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這樣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